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有2000多名硕士 14名博士也来竞争 我们的入取率本来预估大概3.05%的入取率 因为到考率只有68所以整个一个入取率提升到4.5% 为推动风力发电台电今年首次招考海市工程人员 从事离岸风力发电工程设备等工作 副市将测验游泳能力 应考人需在两分钟内不限勇士游玩50公尺 这波新进人员正式雇佣后月薪30420元 算是中上的一个待遇水准 总比现在一般大学毕业的时候 22K 28K还是高一点点 为什么考太低了 就勾了两个就多试试看 生活中心台北报导